主任 现在去买皂粉是吧 好的好的 我知道 我现在就去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去公司说嘛 先别说这个 你知道吗 昨天我跟你求婚的时候 被何以琪看见了 她回我家以后大闹一场 把我家砸得乱七八糟 那么夸张啊 那她在不在附近 你别怕她 重点是 后来是我妈把她撵出去的 我妈还说了 不准她再进我家的门呢 你想一想 是我妈 那万一 她以后又用其他的事情 威胁你呢 我不怕 只要不是拿你来威胁 我就不怕 傻瓜 以后啊 她要是拿我来威胁你 你也不许妥协知道吗 我不怕她 随便她想怎么样 那不行 你不怕我怕 你不怕我怕她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已经说服我妈了 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她也能接受笑笑了 真的 那 那你怎么说服她的 我不告诉你 告诉我 我想听啊 我不告诉你 你快说嘛 怎么 怎么看你见肉了呀 我不告诉你 准备你亲我一下 好厉害 罗洋洋 既然你这么看重孩子 你就别怪我无情了 您好 您好 我要三盒保湿面膜 好的 请稍等 您好 一共一千一百七十 请收下密码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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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没了吗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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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消息吗 没有消息 你在这边呢 没有 我怀疑有人故意让我们找不到孩子 故意这么做的 你怀疑什么 我怀疑是何雨琪干的 何雨琪 何雨琪 人呢能去哪儿呀 何雨棋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好爱 何雨棋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们都看好了 现在我手上有两张照片 这一张是我儿子笑笑的照片 这个 这个人叫何雨棋 就是他偷了我的儿子 今天下午你们所有的人 要跑端所有的杂志社 以及报社电台 电视台 买断所有的广告时间 凡是有消息的 必有中心 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支票 不管多少钱 你们随便舔 去吧 你们现在就去吧 我这不会算啥吧 完了 我现在已经没后路可退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满车 爹 李扬佛 老太 Roth的孩子现在在我这儿 你如果报警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是你马上跟我结婚 我就会把孩子送回去 呃 来啦 来了 我知道孩子在哪儿了 是吗 我知道孩子在哪儿了 在哪儿 被何雨琪带走了 何雨琪 她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啊 她会不会伤害她呀 她在哪儿 你带我去找她吗 你着急 别着急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但她主要是想逼我跟她结婚 所以她不会伤害孩子的 你们别担心 我现在去找她 一定把孩子带回来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本来是别哭啊 你哪儿难受啊你 看见了没有了 没有了 宝贝你别哭你 你说饿了 我一百次都讲 嫂子 我好像听见萧萧的哭声了 这萧萧也不在家哪儿来的哭声了 你听错了 没有 我真的听见萧萧的哭声了 不行 我要去找何雨琪 我要问她 为什么要私自把孩子抱走 这不是报纸上说偷孩子那个女人吗 是是是 快报警 快报警 是是 喂 是110吗 我这边有情况要汇报 我看到报纸上通缉那个女人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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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雅雅 你冷静点啊 我怎么冷静了是我的儿子 行 行 行 谢谢 妈 找着了 哈喽 好快 来 来 来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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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姥姥 姥姥 在这 在这 警察同志 谢谢你 太感谢你们了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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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怎么找着的 那何以师被抓起来了吗 何以骑在逃逸时出了车祸 昏迷前提供了孩子的线索 现在在中西医院抢救 那谢谢你们啊 不客气 我们先走快 好 慢走啊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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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宝贝 刘华 肖肖找到了 你可活 何以骑 他出事了 喂 晏贝 喂 晏贝 喂 向辉啊 孩子找到了 你放心吧 找到了 向晏没事吧 没有 你放心吧 那我现在过来看他一下 啊 不用 你不用过来了 你都累了一天了 对了 那个 何以骑他出车祸了 在那医院抢救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看看他 我一会儿就过去看看他 什么事回头再说啊 什么事回头再说啊 我们已经尽力了 赶紧去看看吧 快去吧 快去 快去 啦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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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 你终于来看我了 我还以为 我等不到你了呢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不好 以你的材质和我的能力 我们火机公司一定可以在五年 不 三年 我们就要准备上市了 那时候我会助你成为业界最优秀的介绍设计师 当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 你都要感谢 那个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 刘虎 求你了 求你别打了 刘虎 刘虎 彤彤已经答应签字了 你千万不要把事情搞砸了好吗 他答应签字你就跟他上床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 刘虎 你千万别冲通错我求你了好不好 对你说好吗 你走开 你就能不能当初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 我真想不到你 你教我了七年的女朋友是比这种人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走啊 刘虎 我知道错了好不好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行不行 我就原谅我 我这么快了 走 走 我 从开始到现在 不管我做过什么 我爱你的心 从没变过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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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火 你能像以前那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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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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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擔心呢 擔心又有什麼用呢 兒子是我自己生的 可未來的路呢 也得他自己去走啊 是嗎 我去看看湯熱得怎麼樣 我希望等他一出來 就能有一碗熱騰騰的湯給他喝 雨淇姐 你知道嗎 原來火客這麼在乎你 你真傻 以你的材質和我的能力 我們火器公司一定可以在五年 不 外面 我們就要準備上市了 那時候我會做你成為業界 最優秀的建築設計師 當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時候 你都要感謝那個你身後 最偉大的女人 從今以後 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我們的戰場 我們的一切 這你就滿足了 我覺得以後 我們的伯母是一定更大更奢華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北京城 我們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遠 你嫁給我吧 雨淇 其實你是個可憐人 你不懂什麼叫愛 你不愛別人 也不愛自己嗎 你讓自己在得不到 世人尊敬的同事 也讓自己陷入了犯罪的深淵 雖然你走了 可是你留下的傷痛 是無法能嗎 是無法能嗎 來得路上無常了很多話要對你說 但真的來了 卻不知道該說什麼 自從跟你分開以後 自從跟你分開以後 我常常都想 希望能夠跟你斷得一乾二淨 從此不要再有瓜葛 可是這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 卻反而覺得 那麼地難過 雨淇 你知道我最難過的是什麼嗎 我最難過的是 你帶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 你帶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 你總是說你最愛我 如果你真的懂愛的話 為什麼不多愛你自己一點 那你就會學會放手 那麼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我真的 與其 這輩子我註定欠你的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個世界的話 我希望你在那裡好好地生活 注意看看以前你忽視的風景 別忘了 尋找屬於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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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我走 其他 其他 其他媽的虧女啊 你死的好慘的 你讓媽媽怎麼辦呢 以前爸覺得何與其特可惡 真出了這事 可但媽媽又這樣 真的覺得好心酸呀 你怎麼不要媽媽 這可真是 黃眉未落青眉落 白髮人反送紅髮人 大伙該幹嘛幹嘛去吧 散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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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 琪琪 雨淇妈妈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吗 要不到我家去坐一会儿 不 我就在这儿等着 她一定会回来的 我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我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她一定会回来的 我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知道吗 那个徐彩云又在小区里的哭 哭得那叫一个惨呀 是啊 你们在说何雨淇妈妈吗 说她还有谁呀 我去看看她 你看 你疯了呀 你去看她 你想啊 何雨淇偷了孩子是她的不对 但是 这人死了毕竟是件大事 她妈妈要是知道了 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你这不是引火上身吗 她妈妈现在完全不受控制 失去理智 你这要是去了 直接撞枪口上 等会儿啊 向辉来了 来 来 妈 向辉来了 向辉 压压上班去了 孩子在睡觉 你先坐会儿 妈 这是我给你买的西洋参 不气又不血的 没事您就多喝一点 妈 爸 妈 来 给你一片心意 家有印钞机啊 花钱大手大脚的 以后别瞎买了 那个 孩子在屋呢 去看看吧 好 去看 妈 刚才叫您什么来着 叫的妈 我听得可是真真切切的 看你们俩这财迷样 有奶就是娘吧 这话说的 您现在也没奶了 我不该叫您娘 还得叫您娘嘛 我这抽你 咱说整整整的啊 鸭鸭跟向辉和好 这也不错 这也不错 对孩子负责呀 血浓于水嘛 刘总 你已经这样很多天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先把咖啡喝了 歇歇吧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又何尝不是呢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相信雨琪姐 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都双手 梦醒我整个世界都颤抖 没有尽头 我曾领悟你悲伤痛残忧 不能向前走 只能原地的 我经常怀念当初的我们 我离不开 只是要等你回来 谁都变迁我悔改 我离不开你的依赖 这阵子其实我常常想起以前的她 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其实我始终没有办法 把那些事跟她连接在一起 我相信她其实也不想这样做的 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她才会那么做 回来 林颈我慌張 你想我做什么 塞无可奸押的结果 需要你来拥抱我 离沙 离我全部世界都缠统 没有尽头 我是不是亏欠她很多 感情的事情 没有谁亏欠谁 如果雨琪姐知道 在你心中都是她的好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觉得 雨琪姐现在最想看到的 是我们更积极地走下去 把公司做得更好 你觉得呢 又来看孩子了 是啊 她现在睡着了 睡着的样子很可爱 还有你妈妈现在她的态度 都有很大的转变 其实 一直以来 我都想对你说声抱歉的 没想到我哥哥 没想到他 会跟童话串通起来 还拿了他那么多的钱 给你造成那么大的困扰 如果我以前的态度 对你不好的话 请你原谅 你跟我道什么歉啊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谢谢你给我生了那么好的一个儿子 对了 现在和雨琪她妈妈 还经常来小区吗 有啊 一直哭 罗虎也一直沉默不语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杨阳 要不你跟我走吧 和雨琪的死 就会像一堵墙一样 横在你和刘火之间 刘火的心里呢 也肯定会有烙印的 你说你跟孩子还要继续生活 我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难道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吗 你 你 你要走去哪儿啊 我这个项目马上就完成了 怎么不把我调回美国去了 我还要在国外继续生活 对了 对了 这个 这个是 你以前送给我的项链 也是我曾经最爱的项链 我一直 都把它带在身边 想找个机会 把它还给你 想会 但一旦感情成为过去 它就是一种经历了 来 还给你 希望你带着它 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杨阳 你不用着急地回答我 我可以等 向辉 别说了 你赶紧回家去吧 笑笑在等着你 儿子回来了 妈 来 坐 这碗汤我一直呜呜呜呜呜到现在 刚好你回来还是热的 趁热喝吧 我喝不太下 你不要这个样子吗 我相信你晚饭一定都没吃吧 孩子 我希望你知道 何雨琪她已经走了 我们都要去接受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要去面对它 而我们活着的人 就应该每天还是要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不是吗 每天看你这个样子沮丧 又不开心 我的心真的 在滴血 妈 不要那么担心啊 我有吃晚饭 吃了吗 你炖的汤我也想喝 拿一酒喝吧 来 还冒烟呢 小心烫喔 好 好喝吗 好喝 你炖的汤最好喝 多喝 好喝 对了 雨琪她妈怎么样了 她走的时间定下来了吗 本来呢她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也都准备回去了 可是最近呢 好像我看她情况不是很好 应该还会再多留一些时间 所以孩子我有个想法 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去打扫的 我想让小青呢 从明天开始就去她家 照顾雨琪妈妈 你觉得好吗 好啊 这样挺好的 好 那我就放心了 雪姨 火哥 我可能不去照顾雨琪姐的妈妈了 怎么了 我今天来 是来给你请辞的 我已经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 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呀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小青啊 你在我们家都待了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火哥两个 都那么地依赖你 你突然这样说走就走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会舍不得的 我知道 雪姨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特别好 只是我看到雨琪姐妈妈这个样子 我就想回家了 我想回老家陪陪我妈妈 对的 应该的 应该回去多陪陪妈妈 应该的 应该的 好孩子 要多陪陪妈妈知道吗 可是 李小宝怎么办 雪姨 我跟她根本就不可能 她已经和丁婉星在一起了 这就是命 雪姨 你以后 就别再为我操心了 妈 小青要是决定要回去陪她妈的话 咱们就支持她吧 别为难她了 小青 那么多年了 谢谢你照顾我 照顾我妈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需要的 尽管说 我们都帮你 我 没什么需要的 谢谢学姨 谢谢学姨 谢谢霍哥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